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 我是李国庆 28000得宜伏失, 走势差, 穿头破脚 在未讲今天的题目之前, 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 全日恒新指跌了328点, 收报27946, 成交跌市成交增, 大家要注意, 去到1024亿 今天港股原本开市的时候都是高开的, 可惜一高开已经是全日最高位, 然后反复下跌 以跌破28000点心理关口, 和250天线来低杀 这个低收法真的不太好, 因为一来那些重要技术位28000得宜伏失 二来250天线又失去了, 而最重要今天是高开低走 穿头破脚, 这个形势不利, 和刚才讲到成交也都上升 那如果守不住这个28000关, 或者这个250天线 今天叫做, 刚刚挨住那些位, 差几十点 现在技术上是守不到, 但都未确认 如果确认, 即是连续三天收于其下, 大家要小心, 可能会进一步下跌 就会跌到原本的小箱底颈线, 大概就是27260点 这个呢, 其实一直都是这样说的了 那原本昨天, 见到它高收, 特别是A股做得不错 恒指亦都出现了一个三个白武士, 估计它有些反弹 那结果今早是真的反弹了, 真的是高开的 今天是开28400, 28的 可以说是这几天以来最高的位, 可惜啊 今天又受到一些特殊的事件影响, 又低收 那是什么事件呢? 第一, 华为那件事 华为那件事, 本来昨天已经讲了, 星期三已经讲了 美国说星期三已经file了, 说要这样做 但是接着今天才发酵 而最重要发酵, 就发酵在哪里呢? 在人民币汇价那里 人民币今天是大跌的 那这里看看, 美元兑人民币, 这个是 就是在岸价, 就是官价, 跌到6.9129, 跌破6.9心理关口 所以就形成了, 今天中港股市跌得比较多了 而离岸人民币呢, 其实已经跌到6.94的水平了 那之前的低位呢, 离岸人民币我说是6.98 就是一直都保持着七算这个位呢, 是不穿的 这次, 在岸也好, 离岸也好 会不会都是守得到七算呢? 这个很关键 如果棄守七算的话呢, 对心理上的影响很大 中港股市都可能会有一波大跌 但是如果守得住的话呢, 就只是会有一个 没有那么大的跌幅, 不是不跌, 没有那么大的跌幅 如果守住在七算呢, 就回落去 就回落去27260区, 可能差不多 万一守不到七算的话, 就要回落去 之前的前浪底, 你们如果看回呢, 就是 去回这个箱底的低位那里, 就是24500区 因为一跌穿七, 就会可能出现一个恐慌性抛售 大家要注意这一点了 好了, 上证指数呢, 今天呢, 也是穿头破脚啊, 也是一个低收的 那它现在呢, 主要的支持位仍然都是这个 前的上升列口呢, 204 到 283 百 283 百呢, 就是刚刚是这个 2月25号的低位, 就是这个上升列口最低 最高的那个位 也是呢, 这一日呢, 5月9号 回到来, 最低的那个位呢, 就是283 百 所以很重要的, 不要跌穿, 一跌穿的话 又是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恐慌性的跌了 那跌到是什么呢, 就可能要试回前的这个 这个箱底颈线2703区了 深城址的情况, 类似都是这样 如果它呢, 守得住这个, 上升列口位 即是8651到8785, 问题不大 那都是在争持而已, 就是9000关上下争持而已 但是万一跌穿这个上升列口呢 就恐防要回到去, 小箱底的颈线位 8116, 就是大概8100区了 那现在来看, 我觉得国家队呢, 今天呢, 就似乎没有出力 那当然它不会出死力了 因为它已经升到去, 升到去这么高之后 人民币现在这样跌了, 它不出死力 就今天不是托得很紧要 看看星期一, 如果星期一都不托就要小心 如果回稍一点呢, 你都还可以估计它在那里呢 而上升指数呢, 就是在2850到3000点之间那里波动 那都还可以有一线新机 否则的话, 就有机会下跌的, 要注意这一点 好了, 今天港股呢, 跌得很金的 就是和华为相关的信与光学 今天信与光学呢, 唉, 真是惨啊, 跌了10.4% 而且成交很大, 今天的成交是20.3亿的 那么呢, 那么大成交, 跌穿了下来之后呢 恐慌它呢, 有机会反复回落 那前浪底呢, 是58.5毫半 今天呢, 76.2 不排除它会, 跌回去大概60元或以下的 那另一只呢, 手机设备股呢, 瑞星科技 今天没有跌那么多, 不是因为它特别强 而是因为它呢, 根本就没有弹起过 它今年年初的低位, 39.4 今天虽然跌了3.4%, 但是是43元的了 其实就已经是相差不远了 你要小心它, 其实是会更加早 可能会跌破40元, 跌破39.4 啊, 创了, 即是更加早会创 五十二周低位的 那么, 另外一只呢, 其实是 可以留意的爱股呢, 都跌得比较多了 那这个就是铁塔, 今天跌6.5% 收1.88 那这个股, 其实我说过很多次 就是说, 希望它跌到过八或以下 那过八呢, 或者173 这个就是前浪底这个位 过八或以下呢, 可以想一想 想一想, 如果你过六呢, 然后呢 再想一想, 两柱好了 好了, 如果它都不行的话呢 那呢, 你要设个市舍位呢 是过半或以下 那, 因为两柱之后呢 你的水买入水平过七 希望呢, 它跟着呢 回稳呢, 就可以上回去 5G呢, 对它有利 那, 今天如果说真的 在恒指成份股里面 做得比较好的 就是有一只叫港铁 那, 突破了之后呢 都是继续向上的 这只呢, 也是啦 现在回回来才买啦 最好在四十六啊, 四十七这些水平 才出手啦 拨它上到五十之上 因为它是大地主 仍然都是受惠呢 香港呢, 土地不足的 好了, 今天分析是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